大家好,我是沈哲堂律師 今天這宗新聞 就是關乎於紐約曼克頓市 有一位企業家 行政長官 就是擔當聯合健康醫療保險的CEO Brian Thompson 在早上曼克頓市 當他走到股東大會的時候 就在街上被人冷血地擊斃 這位Brian 本身50歲 大家都看到一位白人男士 他的收入相當可觀 一年有1020萬人工 包括人工和股份 各方面的福利 10.2M 一年 在美國這裏的企業家 我相信都是數一數二的 很高收入的人士 為何這麼高收入呢? 大家都知道 保險公司根本是一盤賺錢的生意 而這個兇手 暫時還未能捉拿到他 他當時應該是附著 就是等待這個Brian 就是走進去開會會場的途中 就是在後面槍殺了他 他發射了他的槍 期間他的槍堵塞了 這個兇手就很順手地把槍弄通 然後再射幾發子彈 就是殺了他 之後呢 就走了去對面街 有一部單車 就踩單車 就很輕鬆地逃離了現場 那麼閉路電視機呢 就是拍到這個兇手 但是他就戴了口罩啊 各方面 所以看不到他的樣子 那麼現在呢 警察就懷疑他有可能 就是假冒一個身份 就是坐巴士 去到紐約那裏 就是專程要刺殺 這個醫療保險公司的行政長官的 那麼這件案件呢 當然在紐約來說 所有的警察現在都在通緝這個兇手 那麼很有趣的 就是現在最新的發展 就是警察在這個彈殼那裏 發現了原來我的兇手寫了三個字 就是Defend, Deny, Depose OK 這個意思就是說 Deny就是拒絕 Defend就是辯護 而Depose就是質問 那麼通常這幾個字呢 都是那些人投訴保險公司 他們的不道德的生意策略的時候 就用這幾個字去形容保險公司 那麼因為保險公司 當你給保險公司的時候 他們很樂意去收你的保險公司 但是當你是要去理賠的時候 他們很多時候呢 就是首先就是拒絕 Deny 然後有Defend 就辯護就是給你很多理由 為什麼他們不肯賠錢 然後最後就是Depose 就是他們會請律師 就是去質問你 去盤問你 OK 你要索償 那麼他們就要跟他打餐官司 那麼因此呢 做我們這一行呢 我自己本人呢 審律師呢 就是專門呢 就是代表那些受害者呢 就是向保險公司呢 去索償和打官司的 那麼這個就是我的工作 那麼所以我對保險公司 這些的手法呢 其實呢 可以說過了那麼多年呢 我都已經習慣了的了 但是我習慣了不代表 我是可以容忍得到的 其實很多時候保險公司呢 因為為了他的盈利呢 他們很多時候呢 都是無理地去拒絕一些 我們的當事人呢 是應得的賠償的 OK 但是今次這些的行為 去殺死那個行政長官 當然是相當之極端啦 是吧 但是可以從他的彈殼上 寫這些字呢 可以證明這個兇手 有可能呢 心裏面呢 就是有懷疆 很深的仇恨 對於這些的保險公司 那或者他自己個人呢 和保險公司有些仇口 或者他的家人 他的家人呢 和保險公司有些仇口 那因此呢 就是起了殺機都不出奇 OK 但是呢 在美國這裡呢 這宗案件呢 就是突顯了 有一種很深層次的現象 就是保險公司呢 這個集團呢 是一個相當之 勢力 是很大的 以及經濟財力 經濟財力 也是相當之深厚的公司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Brian 他的收入呢 就是一千萬一年 那市民有多少人呢 可以一年可以賺到一千萬的人工呢 是不是 那這間公司 可以出得這麼多錢給Brian呢 那當然呢 他就是要幫這間公司呢 就是要賺錢 就要想一下 辦法 怎樣可以盡量收多一點的保費 但是呢 又不給福利呢 給這些的 是要求保人 是不是 那因此呢 就是不停呢 經常呢 都是要想一下呢 一些踩線的方法呢 就是盡量去省錢 幫那間公司去省錢 那很多時候保險公司呢 就會去 郵稅一些的 立法會的政客 是不是 就郵稅 他們將那些法律呢 就是 更改 就是令到那些法律呢 可以呢 就是更加優惠 這些的保險公司 那從而呢 就剝削一些受保人 是不是 那所以呢 就變成了這些受保人呢 往往都要去法庭那裡打官司 那受保人 去法庭打官司呢 就是要 就是 要花很多時間 那又要給 律師費 去請律師 那很多時候 受保人根本呢 就 這些普通的小市民 就是沒有得 沒有得打的 很多時候都是保險公司 他們大把銀 他們請律師 去跟你打官司 打到天亮呢 他們都不緊要 是不是 但是呢 作為小市民呢 就是那個的負擔 和精神上 就是受到很大的折磨了 另外呢 就是 我自己本身 很不喜歡的 就是他們 保險公司 也都在傳媒那裡 就是經常都會抹黑 一些出庭律師 就說 你們的保費這麼貴 就是因為 這些出庭律師 好像審律師那些人 就經常都去法庭那裡 去告保險公司 是不是 動些就告啊 那樣 因此保險公司 就虧很多錢 要賠償給這些出庭律師 其實呢 這個也是一個謬誤來的 如果大家看看保險公司 賺多少錢呢 你們都已經知道的了 根本呢 這些出庭律師 就不是導致到 保費這麼高的原因來的 OK 這些根本就是禮還節弱 保費這麼高呢 就是因為這些公司 想盡量賺多些錢 因此呢 這些保費就會這麼貴 而很多時候 我的當事人 走來找我 都說 審律師 我還是不要搞那麼多 我還是不索償了 那我問他為何不索償啊 你明明是可以 應該得到這些賠償的 他說不要啦 我索償的話 那我明年那些保費 又要增加的了 是不是 因此呢 很多時候 那些人都嚇到害怕了 明明自己是有權去索償 有得去拿這些福利 但是呢 他們都不敢向保險公司索償 那嚇到害怕了 保險公司動一點 加你的保費 就是去用這些恐嚇的策略呢 去令到那些人呢 只是懂得交保費 但是呢 就不想去索償啊 那你試試想想一下 如果你只是肯給保費 你又不去索償 那些保險公司 那便只能賺錢 是不是 那樣 因此呢 這些就是保險公司的策略 就是要恐嚇你 是不是 這樣 那麼就在這個傳媒那裏呢 就是抹黑這些出庭律師呢 就是令到我們這些出庭律師呢 那個形象呢 就是好像 哇 很 很貪心啊 很奸奸的一些律師來的 那麼保險公司的形象呢 哇 你看到他們的 廣告呢 賣到保險公司的形象 那個形象多麼健康 是不是 哈哈哈 因此呢 在傳媒上高呢 他們也做了不少功夫的 那麼所以呢 所謂呢 奸商奸商 到最後呢 大家都要記住呢 保險公司根本呢 就是一門的生意來的 那麼 今次呢 我是絕對不贊同呢 這個兇手呢 是 採取這些極端的行動